朋友们好啊 天晴了 雨停了 我又觉得我醒了啊 新鲜天你好 跟我福利出来来嘎炒 来 今天这炒 是在这边 全是小小的 但是比较暗 这点炒 没多高 嘎这些了 这些也一直吃不了吧 然后呢 我们还有别的爱好 就是卖捕鱼 前几天我 在水里下了几天 我捕鱼都捕鱼 那今天把它洗上来了 因为这两天炒开炒开 下面我带大家看出 看看今天拿到多少鱼 这是咱们今天的泄鱼 大河庭不是大河 那个这边在土螃蟹了 水里面 水里面就放水了 除了很多螃蟹 弄了半桶螃蟹 能有个二三百个吧 现在这螃蟹个手挺大的 看着没 这不是很大的 还有比它还大的 大的能有四五两吧 有几条嘎鱼 有几条泥鱼 有几条白鱼 这些都是螃蟹 这些螃蟹能够带 四五斤左右 有几条泥鱼 有没有还是蟹的 我这活起来 有个四五天没希望 然后直接给它起了 因为这个缩子长了很多 我刚才是 车库上下去 墨泽 然后大家起了这些鱼 蟹鱼 蟹鱼 顺便来搁点手 看这钢鱼挺好 这玩意特别好吃 那这螃蟹呢 咱就被它熟了 好 回去 给老师来个爽鸡观众 习惯这种生鱼的 这村是纯粹之隐的 因为这个水不放死 然后他和我们哥哥 这个石头里面找水 很多里面的鱼 螃蟹都很清亮 给老师来个爽鸡 来个观众 开心啊 到家了 我们啊 咱们把这个鱼鱼 倒死也 看个报纸铺鱼 来 这里过头 快 我去 快 快 哇 哇 头 是 快嘞 看 有点 有点 稍微 我们损回 看这家伙够不够分两宝贩 这一个得有三十两 最少只有三十两 现在的蟹的还不肥 大家伙 哎呦我去这家这么大 三十两超胖的 有几百个 还有很多这个大和薄 你给我吃这碗了 这碗搞点薄味的一道炒完 都香了 这八家伙 给个说你 就来我家吃饭了